这个单章是福音预公 我要分福音预公和解释福音是两回事 为什么两样不同呢? 如果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信耶稣 我们就直接可以说福音了 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承担一切的罪 从死里复活 由升天将会回来 也就是耶稣所做的事 为我们所做的事 但是人未相信的时候 我们是如果一讲 就讲到福音的忠心 他们未必接受的 所以就有福音预公 福音预公是可以有很多种方法的 譬如大家在电视都有见到 这个《恩遇之星》 这个都是福音预公的 就是很多人的见证 很多人经历到神的帮助 在他生命中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福音预公 我这张福音预公也是福音预公的 因为在人的需要上去帮助他 大家用这一单张 可以用的时候 可以有很多方法 譬如你鄰居 你经常见到一个人 如果鄰居 当然最好先建立了关系 你和他聊天 认识他 他又会说他的情况 给你听 譬如你见到他的子女 你就关心他的子女 关心他的子女的情况 他又很激气 很不开心 或者看到他 人有点疲 或者身体的软弱 你问他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你就不要问你是不是有病 就是问什么问题 不要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问他什么问题 而是问他怎么样 你觉得他家庭关系不好 你就不要问他是不是有病 你觉得他家庭关系不好 你就不要问他家庭是否有问题 你家庭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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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较中立 因为当你一问他 你家庭是不是经常吵架 他说 我吵架被他听到 他就不喜欢听到 所以我们根据他 说出他的情况 他分享的情况 然后回应他 所以最好多些跟他聊天 就不是一派就派这张纸 当然陌生人是可以的 陌生人就可以派这张纸 而这张纸 是有用不同的方式入手的 是可以从失眠 你怎么引入呢 你都可以 譬如有一个陌生人走过 你都可以跟他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 有些人是有失眠的 你又不要问他有没有失眠 因为你问他有没有失眠 他就觉得 你觉得我有失眠吗 他就觉得好像冒犯他 因为我们不想传福那时候 冒犯人 所以我们就不会问他 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但我们会问他 你有没有见过人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你觉得香港多不多人有这个情况 总之用任何其他人所说的 或者甚至你说 我以前也曾经试过有这个问题 后来我怎样得到帮助 那你最好就不是说 我以前有失眠 我现在也是在失眠 除了信耶稣就是经历耶稣 真的祈祷可以信得香甜 所以最好你自己试过 因为我自己试过为人祈祷 有很多是很明显的改善 在网上都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善 或者是低沉 那你不仅是低沉的 烦恼啊 不开心啊 激气啊 激气就在旁边那里了 憂鬱啊 情绪病啊 这些 那我们就问他 你觉得 你没有见到周围的人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觉得香港多不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呢 是有一个研究 就发觉香港是有成 三分之一的人 是情绪的指数健康的 他健康就是52分 但是呢 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不合格的 而真的有情绪病 当然是少很多 但是呢 有情绪病都不少 譬如呢 在我太太她教书的学校呢 她就说有40个学生 就是呢 800人之中呢 是有40个 就是说呢 二十分之一 或者是5% 是有吃精神药的 那就是一个很高的指数 那就是有 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那其实呢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可能她本身有这个问题 可能她认识的人有这个问题 可能她很想帮的人 被她家人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用这种东西 引起她说 是啊 我女儿也是这样啊 她也是很烦啊 那你怎样帮她呢 那时候呢 你就不要这么快 直接说耶稣啊 因为她还没那么快 那你问她 你有什么方法帮她 你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然后她说 我有试过什么方法 那有没有效呢 帮不帮到呢 那她说 不是很帮到啊 那这样 那时候呢 你才去介绍 那你就问她 你想不想我分享给你听 是怎样的方法 可以得到帮助呢 那就是容易发怒的 猛疹的 就可以身心安宁 炒闹的家庭 因为很多人呢 家里有很多吵炒的 那信耶稣之后呢 信耶稣的人可以改变 慢慢她的爱心 她的平安喜乐 就改变了家庭的气氛 就家庭可以变得更加快乐 还有呢 是有 当有家庭辅导的时候呢 家庭有辅导的时候 就可以这个家庭的 就是那个关系更加好 那所以大家 其实 其中一个全方的方法就是 我们认识有人是这样的 譬如说 你认识有人的家庭是在骂交的 那我们是乐意去做家庭 婚姻的辅导 或者是那些子女的问题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那我们都可以去辅导 作为一个全方的方法 或者家庭有病的 这个下一个就是 体育多病 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她祈祷 我们看到很多人 改善 或者是病好 就分享给她听 所以最好你自己 越经历多 你就越多的分享给她听 如果你认识有人有病 那我们都可以出队 就是我们有人愿意出队 在参加这个短孙群祖 那当有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出队去为她们祈祷 带领她去信耶稣 然后担心前路 尤其现在 年轻人或者成年人都会 因为没有工作 担心前路 但是耶稣是可以冲破困难 你说耶稣会给钱 跌下来吗 多少钱跌下来 耶稣是可以赐给我们 首先我们的人平安 有信心 有力量 有能够有力量 建功都容易找到功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建功容易找到功 同情关系更加好 又有做功的能力 就更加容易找到功 所以这个都是靠着耶稣 并且做什么改善呢 就是 改善就是做功做得更加好 更加能够长久 就是停留在那个工作里面 得到老板的欢喜 更加容易升职 更加容易发挥得更大 或者甚至神一次给她能力 自己开自己的公司 开自己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可以的 后面有经文 所以这个最重要就是 你开始到 你就能够建立到沟通 但是最重要呢 我们留意在沟通的时候 就不要用冒犯的方式 就是不要说 你这样做又不行了 而是说 我们可以这样做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帮人都是 我们就说 你可以这样做 那就有帮助了 而不是说他什么都没有做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想一下你家人有哪个 或者你朋友 你先为他祈祷 神是让我聪明智慧 神会感动你 说有什么方法 跟他开始这个沟通 可能你去约他吃东西 或者约他来你家 或者 总之你找机会 跟他建立关系 然后呢 你就用这样子 也都陌生人可以用的 譬如你住在一些屋邨 周围很多人 你都见过的了 那你就走过 见到他 你又跟他聊两句 然后呢 就给他看一下 就是你看他的情况 跟他有关系 那样东西先 但是试试之后 你就可以回来分享的 那我们先有些传福音的经历 那我们稍后 也会分享 有些我们想到哪样 是可以鼓励其他人的 可以分享 来到鼓励大家 OK 有没有问题 关于使用这个传单 就是他一开始 耶稣能够凡事祝福你 一个简单的传单 也都有一个简单的经文 就是 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耶稣那里 那后面 每一点都是有经文 每一点的六点都有经文 有限的就是我们的资料 OK 好 希望大家试试用 用的时候都回来 告诉我们 要听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工具 一起用的 就是一个 情绪指数的测验 五个问题而已 那你现在可以 派给大家 那你就 这个工具 你先不要第一个用 而是 他 有兴趣 他说 都很好 很多人很烦 那你就说 你不要好像 要说你有 就是说 你想试试这个 情绪指数的测验 让你了解自己 好不好 不要他好像说 你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他愿意的时候 他里面有分数 那分数呢 就告诉他 多少分 那你就鼓励他 无论他多少分都好 我们都可以帮助他 都可以辅导 和为他祈祷 得到帮助 那 所以大家可以 一人拿一张 其实你拿多一个 你看看你能用多少张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用了一张 那些是肯定跟你谈 然后你接着 可以进一步 就用这一张 情绪指数的测验 我会ereye Marcel 担担 那些人 你跟他一起 你ockiz 有一个人 这样的 怎么办 不